我們剛剛的圖 文字把它改成圖 這個圖當然網路上你可以自己說 那不是講美工啦 我們只是講怎麼樣把字放上去 把字變成圖這樣而已 OK 那字怎麼變圖 其實很簡單 你在Background的屬性上面把它選一下 Background有沒有 一個屬性叫Background 你把它改成那個圖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然後 不過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你會發現 你點它的時候 它一樣會有動作 但是呢你會發現奇怪 可是為什麼這個圖按下去 好像沒有任何的反應對不對 感覺好像不知道有沒有點還是沒點 所以User點下去 感覺好像沒有那種 那種點下去的那個Fu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要點下去有那個Fu的話 那你就是要改 我會改一個第九個 你會發現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 按下去感覺有變換的感覺對不對 也就是這裡的話會有兩張圖 本來是一張圖 要把它變兩張 可是一個按鈕裡面 Background屬性 只能夠放一張圖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在Background裡面 就不能放一張圖的連結 而是放一個XML的一個連結 那個XML裡面呢 就是告訴User 告訴那個我們這樣點下去那個動作 如果點的話是一張圖 沒有點是另外一張圖 用XML裡面去做切換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圖抓下來 其實請各位到雲端裡面 雲端裡面呢找一下 在雲端這邊有一個就是Picture 因為我知道各位圖 應該是還沒抓 還沒抓 所以你把它下載下來 那這個實際上是我去Google 我Google到那個 就是有 就是數字的那些圖 然後我自己把它切出來了 我用那個 好像我印象中好像用Fireworks Fireworks有沒有 它可以切圖 反而是好多張 我把它切成一小張 那這幾張的話 請各位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它應該是一個PNG的圖檔 那請你把這些圖 匯到你的專案裡 不過匯到你的專案裡面 特別注意喔 請你匯錄到哪裡 因為在resource裡面 有Jobble這麼多個 那哪一個呢 因為它的size每個都不一樣 有高 有低 有中 有超大的 有超超大的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就在這邊建一個 新建一個什麼了 新建一個資料夾 那大家一起共用好了 那名稱的話 請你取叫Jobble 後面就不要dash 所以這裡的話 你這樣匯錄的時候呢 你就打一個Jobble 那把其他的圖 通通都把它匯進來 Jobble 那名稱記得不要拼錯了 這個名稱 就是這個的名稱 那表示這個是大家共用的 就是不分size 再來怎麼樣呢 把剛剛你下集的